大家好,台湾突击搜查了10家大陆公司,有近70人被传唤 5月26号,台湾调查局表示,台湾当局本周突击搜查了涉嫌非法 挖走芯片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才的10家中国大陆公司 为了保护台湾芯片霸主地位,打击中国大陆公司,这是最新的 台湾媒体也报道,台湾加大了打击大陆企业非法挖墙角的力度 认为这一举动对台湾的芯片专业技术构成了威胁 台湾当局表示,本周早些时候突击检查了10家在台湾运营的中国公司 及其研发中心,这些公司均未获台方批准 该局表示,在台北、台湾半桃底中心新竹 几个城市联合进行了打击行动,近70人被传唤 台湾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陆企业非法挖走台湾高科技人才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危及我们国家安全 声明指出,技术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 并敦促人们对中国大陆的此类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台湾当局没有透露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的公司的名称 并补充说,这些公司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电子部件制造商 截止目前,台湾当局已对涉嫌非法挖走技术人才的 约100家中国公司展开调查 在与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发生贸易战后 中国以先进芯片自主为目标,加强了对芯片工程人才的争夺 台湾的法律禁止大陆投资半导体雇用链的某些部分 包括芯片设计,并要求对芯片封装等其他领域进行审查 这使大陆芯片企业难以在台湾合法经营 今年3月,台湾当局突击搜查了8家中国公司 目的是打击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非法挖走人才和窃取机密的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台湾说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 又强调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能保证生产力 能保证自己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看,你看这个例子,完全相反 第一点,台湾并不是开放社会 你看台湾当局这个做法 一个人为谁工作 不是由自己决定,不是由薪资决定 是由什么,是由政府来决定 我让你为谁工作,你为谁工作 这是台湾现在做的 那说的很好,为保证台湾的竞争力 那真的有竞争力吗 你这样做真的保证台湾的竞争力吗 真的是开放社会吗 能保证台湾竞争力吗 这些人,这些工程师现在可以 在你的淫威之下 不为大陆工作 人家离开台湾呢 不照样可以为大陆公司工作吗 可以获得一样的报酬 一样的薪资 甚至到大陆了吗 去大陆工作 干嘛在台湾 所以台湾未来会流失更多的人才 他之所以选择在台湾为大陆工作 就是因为你台湾给的待遇不如大陆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吗 你给的钱够了 当然为你工作 你给的钱不够啊 那人家为什么要为你工作啊 你现在用行政命令 你阻止了他为大陆工作 但是还是啊 这个差距还在啊 你给的薪资还是不够他的 不够他在台湾生活的 不够他在台湾撑起自己的家 他最后选择什么 离开你台湾了 这个差距还是有的 有了差距 他一定会向大陆来流 这些人才一定会流到大陆来 一定会流到中国的企业来 所以你阻挡不了 能阻止吗 能阻止这些台湾人才去大陆吗 不可能 所以台湾现在要想解决这个万把 从哪解决 从你自己自身 你为什么不能给这些科技人才提高更多的待遇 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 你饱和了吗 为什么 你自己的产业有限吗 你不能扩大吗 你不愿意跟中国合作吗 你不想把这个蛋糕做大吗 两岸问题吗 你跟中国对着干吗 大家想想这个道理 现在台湾变成什么 现在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 不是开放的社会 甚至决定你未来为谁工作 对吧 你薪资再低 我还是 对吧 不让你跟大陆工作 限制你的收入 这个什么社会 这是民主自由社会吗 我希望所有台湾人要看懂 从这个事情就看到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民主自由也只是个外衣 包裹 外衣包裹下以后 它里面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集权 就是个专制 甚至限制你自己的 你的工作机会 你的劳动能力 你为谁服务 它都要限制你 这是开放社会吗 这不笑话一样吗 这哪是开放社会 第二点就更有趣 台湾一直说自己的竞争力 来自于自己的体制 台湾和大陆的体制不同 台湾是开放社会 自由民主 开放的社会 自由民主体制吸引了人才 也促进了自己的科技发展 但现在你看 中国大陆 能够吸引台湾的人才 为自己服务 也说这个体制 台湾这套体制 实际上已经不能吸引台湾人才了 为什么 大陆和台湾之间 之前那个差距是什么 是经济上的差距 并不是体制上的差距 和体制无关 台湾人先发展起来以后 他把这个成功归咎于自己的体制 我体制就是优越于你 所以你要跟我学这套体制 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现在来看已经破产了 台湾这个经济的领先 它归咎于自己的体制是错误的 现在来看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起来以后 吸引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实际上制度是要多样性的 因为每个制度都有自己的特点 你不要消灭任何一种制度 这个人类社会只有制度的不同 它共同被人类社会服务 这样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 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个人类才有选择 人类有着选择才是真正的自由 一个人如果连选择都没有了 他就真的不自由了 你包括你台湾这个社会 对吧 你选择这个民主啊 自由这套社会制度 它只是众多社会制度的一种 你要把这种社会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去 实际上就消灭了多样性 这些也就不自由 人类没有自由 大家能听懂吗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呢 这个社会制度啊 本身没有优务 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 它都要存在 它没有高低贵贱啊 它都会为人类社会提供自己的特不特的一种治理方案 这对人类都是一种财富 而社会发展有先后 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 有什么 有发达 有落后 这个才有先后 实际上台湾呢 它的经济领先于大陆 是因为台湾先于中国进入到国际经济体系 进入到美元体系 但是台湾把这种经济的领先呢 归咎于自己的民主制度 归咎于自己的这个社会制度 先进于中国大陆社会制度 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 那我也不同意 今天就讲这些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这个社会的不同的制度 实际给人类提供了各种治理方案 对人类是财富 不要企图消灭它 你消灭了任何一种制度 对人类来说都是损失的 人类如果有只剩一种制度 那个时候人类很悲哀 不管这种制度是什么 民主自由也好 它也是一种单一的制度 对人类来说都是悲哀的 真正的自由是有选择的 今天就说这些